关怀慈善演唱会于7月15日晚在湾仔衣冠举行 杨千花、梁勇气、谭佑玲等歌手均有参加 一人照牙之夫妇也连妹前来捧场 日前千花气喘发作 为了避免药物的副作用产生水肿的现象 千花特意去了按摩院通淋巴 没想到按摩室用力过猛使千花手臂上呈现瘀青 不过千花表示现在病已经好了大半 相信多些休息就会完全康复 因为之前我就气喘然后吃了一些肋固醇 那因为有一种side effect就是会水肿 我自己就很胖那种胖胖感觉 我就跑去通淋巴 所以一推按摩手就雨清了 所以没办法就是需要多多休息了 今天好很多你听我讲话都没有那么瞎咬 老师已经好了一半希望可以多点休息就快点康复 其实我觉得没有这个心情 就是趁机子 其实暂时真的没有这个计划 我觉得这个是要慢慢去重常计划 就是不能说太吵说太随便的这样子 很冲动然后就决定 但是我还会说太随便了 所以能不能吃 Doctors